我们可以笑啊或者可以直接离开啊 我们笑一下 啊 啊啊啊这把我杀了 最后他这个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笑容吧 猜测一下啊 哦应该是开心和不开心 这是不开心生气 啊这个是哭哭 这是谁的屋子呢 哦 这里是 我刚醒了过来我还是个JK啊 大家好我是胡德大啊 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呢叫做某几八K 你们这款游戏呢在这两天特别特别的火啊 那么这是一款以女恋爱恐怖游戏啊 伴随着一些文字解谜 那么具体上我们是一名少女啊 调入这个异世界 就发现这个世界里头全都是各种男性的怪物 这些男性怪物讲的话呢 我们无法理解 只能猜意思 有些选项如果选错了啊 我们可能就会死亡 但有些选项选对了 我们就可能去恋爱啊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款游戏啊 这个游戏呢 现在是原型版本啊 只有20分钟的这个游戏时长 总之我们来玩玩看吧啊 视频看法喜欢的话 希望可以点赞 最多篇上真的很多 那拜托各位了啊 直接开始游戏吧 哦 这是一开始 有两个走廊 突然出现一个像小强一样的男人啊 他在这趴着 那我们要点击一下嘛 哎呦 这突然就过来了 我们吓了一跳 跑了 好像关了门 在喘息啊 然后我们说话了 我们是女主啊 所以要配这个女性的这个声音哈 讲中文吧 刚才那个是什么呀 这里是哪里啊 手机也没有 怎么办呀 低造出口啊 哦 结果这边还有个怪物 这怪物频率越来越高吧 呃 一个兜茂南啊 但蛮帅的 拿着个斧子 点一下他啊 看看 这人是迪是有啊 啊 兜茂南 已经开始跟我说话了啊 我们这里呢 就可以去 呃 猜这个 他们怪物的语言了啊 但我先不猜了吧 我们先这样子玩看看 诶 是什么话呢 啊 是什么话呢 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懂 我们可以去猜 我先不猜了 这个男的伸出了他的手啊 直向了自己吗 这是一个小黑手啊 盖西手的哥 呃 他直向了自己干嘛 然后又向我伸出了手 干嘛 关于要钱 软范南 啊 该什么意思啊 是在说我和你的意思吗 啊 所以他直向了自己 又直向了我 啊 那我应该把刚才那个意思 标注一下啊 好好好 那这里标注一下啊 我们就不要瞎才了啊 就是确定的时候 我们再去 啊 去标注啊 要不然可能会搞得很乱 再来一次啊 你 OK 你 他问我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啊 什么意思呢 这好像是在问什么问题的 这种语气啊 这种样子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们选择点头或摇头 存个党啊 我们先看看点头会怎么样啊 又说了一句 是对了的吗 意思吗 哎 好怪啊 没有任何的反应啊 再点下他 不说话了 这个 那 读下党 哎呀 我点 哎呀 我想读党 我怎么给存党了 我笨蛋了 对不起兄弟们 哎呀 那没事没事啊 我们就随便选啊 最后有些选择 我们可以回来补嘛 对不对 那点这个男的 应该没什么用了 至少他不是敌人 我们点下了 这个门吧 他又说了一句 哇 说了好多 都看不懂 啥意思啊 我们可以向外走 也可以 什么都不干 那不干在这 待着干嘛呢 出去吧 兄弟们 向外面走 我们好像还穿的是高跟鞋 怎么着 这个声音 这边有个杂物 这边走不了 这里有个门 哎呦 哎呦 这里有一个缝隙的男人啊 感觉有点带感 有点帅啊 你 你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伸出了手 还是黑指甲 什么什么 你 什么什么 他在说什么 我们可以笑 或者可以直接离开 准导准导 我们笑一下 啊 哎 这把我杀了 这啊 拿了我什么东西啊 又说了两句 带来感叹号的话啊 是把你的心脏拿走了吗 就是这么危险啊 在一世界啊 和男性怪物交谈 就是这么危险 兄弟们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核心 好吧 这次再跟他互动一次 直接离开就好了吧 啊 把门给关上了 没事 他没有攻击我啊 我们可以往里头走 只能往里走的啊 哇 这个地方怎么都被挡上了呀 这能怼开吗 怼不开啊 只能走这个门了 不会这里还有个缝隙男吧 哦 这里也太黑了吧 好像什么也没有呢 越是这么说 越有什么东西 兄弟们 刚才好像有人敲了两下 我们往后退看看啊 哎 有只 只有一只手 那还好 不是太吓人 还蛮可爱的啊 他是活着的手 你是小佑吗 哎 他快给我指了指方向 啊 真可爱啊 那边有什么东西吗 我们看看啊 啊 吓死我了 怎么有个断头啊 哇 这个男的长得好像 那个 银魂里啊 神乐他哥 叫什么来着 神威吗 哎 好像啊 一个断头 你好 哦 这个人感觉还蛮温柔的 对我微笑啊 有点帅 他说他怎么样 哦 哥们就猜不了 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东西 这个手是什么意思啊 啊 也给我要钱 软犯男 你也是软犯男 第一个选择是拿起来看看嘛 然后第二是不要碰 我觉得我拿起来 我会不会死啊 我们拿一下看看 应该把他头拿起来 在这种意思吧 哦 这个男的都是断肢是吗 这个手又往那边指指方向 不会能找到这个男的 其他的断肢吧 是要让我往前走的意思吗 就感觉很怪啊 但是我们都已经拿着他的头了 是不是要听着他的话 往那边走看看呢 只能往那边看看了 大家绝对会败在案的吧 哦 好像是正确的路线兄弟们 地下室 我这不会直接滚下去吧 什么声音 你们听到了吗 哦 下来了 哇 一个楼梯要按三下 搞得我有点紧张了 拧下门 又出现了一个银发男啊 他又问我你是什么什么 哦 我们把这个脑袋给他看了 然后脑袋说话了 脑袋说了什么 他俩在交流 我听不懂 我好难受啊 反正只能理解上他俩在交谈了 银发男笑了 这个笑有点邪恶吧 根本就不知道他俩在说什么 这里说 这个银发男是看不见的啊 我们只能随便点一点了啊 语气好像很温柔啊 看起来是友好的人啊 不是敌人 你越这么说越危险啊 哥 哦 我可以调查 那看来应该还好吧 能坐在这个凳子上吗 哦 他在教我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凳子的意思 他在教我 这是桌子 也许这个游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 是不是 这个是手 啊 他翘了一根手指头 什么意思啊 看 那点下灯 点下头 看不懂 他说什么 他的手指了一下眼睛 啊 鼻子 嘴巴 这个应该是头发 开始有思路了 这还挺好的 最后他这个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笑容吧 猜测一下啊 哦 应该是开心和不开心 这是不开心 生气 啊 这个是哭哭 这个是 惊讶 很奇怪啊 一帮怪物在教我 他们的语言怎么说 哈哈 难受 那难受的话 和之前那个哭哭 是不是要 重复了呀 我们这个有个字典选项 把这个字典改一下 这个不叫笑容 这个叫开心 好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这边语言 这个一万难说一下话吧 什么 凳子 这让我坐到这个凳子上吗 这是硬币的意思吗 钱 钱怎么样 钱没了吗 三个钱 一二三 这应该是中心 兄弟们 这个是上 或者是下 我不知道是以他的方向来说 还以我的方向来说 要是绕啊 我就上吧 下 其实也可以 这个用东南西北来说吧 左 再跟他说一下 这应该是坐的意思 坐凳子 啊 坐到凳子 他才能给我看 啊 这个什么钱之类的东西吗 这边直接跳过好了 那就像这个手的意思我没有猜完了 浅猜一个往前的意思吧 钱 好不好 然后点这个门 你妈能给我说的什么 保采 接进去 哎呦 我怎么 这是什么屠宰厂啊 他又说了句啥 又干嘛 这不是把我剁了吧 啊 先存档啊 有点担心了 这个椅子点一下 凳子 啊 这是凳子的意思 这个应该是醒锯 啊 然后给他说话看看 看不懂 他应该说这里是什么什么地儿 啊 这个桌子还给点 啊 这是桌子 这里的桌子和凳子 就已经不是像刚才那样子了 啊 带了一些血腥的意味 我们离开这里吧 赶紧走 快点回到上面吧 哎 我们出来之后啊 发现 一发男朋友跟过来 就这个头一个人在这 可以离开这里吗 这个头好像死了一样了 怎么感觉 呆就不 我能离开这里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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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我回不去了 我会被追杀吧 哎 能不能回头 能不能回头 哈哈 这个也太刺激了 回不回头啊 回头看看 你要干嘛 我不知道他说了句什么 我们就再再再回去 我们往上走 但是真的有点诡异了 这个人太危险了啊 刚才这个地方不是走不了吗 啊 现在可以走了啊 那么虽然很可怕啊 但是其他地方也没有路可以走 只能走这儿了 来这看看吧 这个地方很奇怪 往左往右是什么意思啊 啊往左转了 这边有血 啊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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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 快跑 这到哪了 坏了先拿武器好不好 肯定要拿这个撬棍啊 但是我要存档来着 没存档我笨蛋了 哎呀没关系 但是存吧 又把这什么 这是个尸体吗 躲在这儿 这儿不好躲吧 进去 啊这不是进去 这是回去的路啊 回去就会碰到头了 那只能躲这儿了 快 不知道是谁啊 哎呀呀呀呀呀 他看不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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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只能点左边 这绝对会被发现 哦哦哦 没有 啊 没有才怪了 给他一一一 撬棍 哎 黑发男 这不是最一开始追我的那个男的吗 他被我们打了一固子的血 怎样他走了 我糟糕 我突然感觉遇到对不起 他还行 结束了 What the fuck 这游戏太短了 话说我突然感觉自己去猜那么多 画的意思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他太短了 这也太短了 天哪 但是让人很好奇他的这个发展 我刚才差点以为我会死在银发男的手里 毕竟已经进了他的屠宰场了不是吗 我们读一下刚才那些档 我们读了一下档 这是刚才要离开银发男的位置 这里我回头了 我不回头 我直接往前走会怎么样 他没有追过来 他就是不会追过来的 来到这边的走廊 这里我直接往左走了 我们这里先点一下 这个牌子吧 怎么又是你 他怎么像要哭的样子 他是向我求救吗 难道说他是出不来吗 我们这么质疑了一下 是要让我救他吗 再看一下右边这个窗户 这里就啥都没有了 我们直接往右走看看会怎么样 右边就是直接躲的这个地方 有这么东西要来了 不管怎么样都会有 黑发男都会追过来是吧 这里我们不拿撬棍 直接就躲在这里 会怎么样呢 我不可以死吧 哈喽 他跟我说话了这里 难受 哭哭 他跟我说这个是啥意思 他难道是想安慰我吗 你这笑的我 他都摸我的头 所以说他是好人 他没有要对我怎样 又结束了 我们回到这个页面 发现有另外的展开 果然听不懂人家说话 就猜他们意思 首先这个行为就蛮有意思的 他是好人是坏人 也不知道的 这么看这个人 好像不是会害我们 只一开始他出场方式 太吓人了 小强男 好兄弟们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刚才我不小心 选项已经跳过了 正好来试一试 这是这个都莽然问我们第一句话 这个作者有在演示教程里头 说过这话应该是人类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 然后其实呢 我们还要等他正式版出来 因为这个是文版 我们再猜这些意思 可能也得不到什么答案 作者也说了 很多提示呢 比较少 现在 这里是一个问句 如果他前面那句问的是人类的话 那这句应该是问怎么来的吧 随便猜了 可以啊 我 你 我 你 你是人类的意思吗 然后我们这里呢 当时是点头了 这次我们摇头 摇头会怎么样呢 省绿号 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的反应是 难道是错了吗 哦 也不会发生什么 再点下他 啊 管不说话 所以就还好了啊 刚才这些选项 我们这位不碰他 我们并不是太想接近啊 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自己发现了这边地方有个门 可以下去 也可以从这个屋子逃离啊 这是一个新选项啊 挺有意思的 我们先逃离 啊 结果就直接可以来到结局这边啊 不对 这声音不对 这声音不对 啊 我被谁杀了 等一下 哈哈哈 不碰他 不还是不碰他 我们自己跳下去 这刚才死的梦有没有奇妙的 啊 谁是自己来了 这个没有带着头 这是谁的屋子呢 哦 原来如此 如果我不带着头的话 我就会被这个银发男放到这个椅子上 这里是 我刚醒了过来 我还是个JK啊 呀 他给我手术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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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bad end 所以一定要拿着这个头啊 那这个头和银发男是好朋友啊 他就是一个友好的这个证明 但是我记得到这里的话 我们好像就没有其他的一些选项了 因为他目前也只是个试玩版吧 我觉得咱们试那么多研究那么多 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不知道这个游戏啊 啊 他到底会不会出正式版 然后什么时候出都不好说 所以说这次的试玩题呢 我们就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作者也是说了啊 这个试玩版本身就是很难猜的 他给的提示很少啊 所以他这话的另个意思也就是说 他在正式版的会加入很多那种提示 让你们更好的去猜 那这个游戏蛮有趣的 那么不知道大家的感想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大家想试一下这个游戏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链接贴出来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玩一下啊 真的很快的 那么喜欢视频或者这个频道的话 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哈 啊 那我是霍德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sale 咱们下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